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 今次我和大家介紹這隻 其實之前已經有限量版出過 就是雄心多糖 這隻我一講 大家就不用想 為什麼呢 因為這隻雄心多糖 其實是用來做礦佬 亦有兩個韓國很有名的牌子 他們也是主打用這隻 做到一些很好的 超級抗老和抗氧化 收緊的效果 這隻 我告訴你 如果裡面都是100%雄心多糖 基本上是騙你的 因為不可能是這麼便宜的 這隻佔了50% 其他的成份是金油 所以 它也是沒有防腐劑的 它是用金油 來做防腐的效果 那雄心多糖 其實之前我上課 我都講過了 不過有很多學生 沒有聽過的話 我再講一講 其實大家都知道 紅針是六年的人針 它的功效 會比剛剛的人針更加好 還有一件事 最主要 它是裡面用心酥去extract 也是用發酵的方法 所以就變成一些多糖體 它的作用 不用說了 抗老 抗臼 再生 什麼都可以 你用的時候 其實很簡單 只要用1-5% 加進去花水 加進去精華 或者加進去棉霜 已經有效果 還有一件事 我都講了 因為它是用發酵的技術去做 所以其實 對細胞的再生能力 其實它是比其他的extract 是多很多的 基本上 它這裡也有些研究的報告 我看完之後 它發現 如果用發酵的技術去做這些碎脆 它可以給普通用酒精 或者是用金油去碎脆的一些 叫做extract 它是多 那個倍數 它的效果 它是多50倍 這樣 那當然 有一件事 這個是它自己本身出的報告 那我呢 這個呢 基本上 我自己也都 本身在買一隻 叫做人心碎脆 那一隻呢 就是不同的 它不是發酵碎脆 那隻是用金油碎脆 我自己對比過兩邊 這個其實 用一個星期左右 你已經看到皮膚是有改善的了 最主要 這個我覺得它好是什麼呢 它對一些紋 例如一些 額頭的表情紋 魚尾紋 以及一些苦紋 它的效果是很優勝的 所以你們基本上可以試試用 還有這種呢 記住 剛才我介紹的那些 全部是水性的 所以你只可以在有水的地方 例如我講的花水 最簡單的 你加5% 那你已經可以這樣噴 你就會感覺到感覺了 那或者你可以做精華 做面霜 那如果你買個Base的面霜 那或者你自己現在用的面霜 那你自己可以加5% 那就已經可以做到效果了 那所以這個是非常之好用 那也都譬如有些人 因為如果是油性的原料 有些人會擔心 會不會出油脂粒的 那還有呢 因為快來夏天了 大家都會喜歡用水性的成分 會比較好一點 那所以這個就可以了 還有這個我自己額外 有用來敷面的 那我就用花水 那敷面呢 我就加多一點 我加10% 那下去就即時用了面膜 去敷 那敷完之後呢 真的皮膚的彈性 很飽滿的 那這樣 那這個就可以 你們自己試一試了 謝謝